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的人都会运用到很多的植物啊 还有青草啊 那我们现在的人都已经对这个区块都很陌生了 都不懂 那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再把它找回来 然后台东又是一个好山好水 空气又那么好的地方 它的植物生长又比人家更好 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它呢 我这里有种了雷公根嘛 月桃 澳洲茶树 那因为我喜欢这块地 所以我绝对不会用荣耀 也不会用除草剂 所以我的草是用人工 就是去手推的去把它割草 那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大量的一直在喷水 因为植物它是要水 植物在萃取的时候呢 比较难的是 我们要先了解植物的特性 植物它成长的季节 然后我们用什么方式 去把它萃取出来 这个部分的这个match呢最难 也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连接这个部分 例如说我们要萃取雷公根的时候 那么在雷公根萃取的过程当中 我们采新鲜的来萃取出来 它的味道是最好 这个是现采的这个雷公根 我们采完了之后 就把它清洗 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萃取桶里面入料 入料然后再加水 当然这个量和水的量呢 我们是要经过算过 这样子呢 我们在萃取才不会有烧焦失败的那种状态 那现在我就开始入料 杨爸爸跟杨妈妈用友善的心 去做出自然而纯粹的纯路 结合儿子James想推广天然保养品的想法 进而研发了一个品牌 我创立这个品牌 Be Simple自然美学 其实是想说 以我爸妈的纯路 其实是当作是一个基底 一个基础 那之所以叫做Be Simple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 保养品或是化妆品里面 我们可以撇除掉过多的化学 我们反而带进来是更多的自然 让大家可以在 使用这个保养品 或者是清洁用品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 这是来自于自然的力量 转换成的商品 所以这个品牌才叫做Be Simple 就是让一切都是非常的简单 回归到原始 这样的感觉 其实当我用到 Be Simple这个产品之后呢 很简单 我就是化妆水精华液 然后顶多是再加一个隔离酸 一个防晒的 就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它的产品 你擦完 你会有一个湿润感 你再用你的筋纹去抹汗 有一个光滑 然后看起来 你就不会有一点干燥 因为我是属于比较干燥的物质 那我会在我的眼睛的周围 我还会再加强一次 那其实我们会希望 这个品牌能够走到最后的是 它能够让台东 更多的农民 一起来合作 因为单靠我们的力量 绝对没有办法成就一些 很伟大的事情 我们需要更多人的力量 所以我们会希望是说 这个品牌它做到最后 是能够跟台东更多更多的农民 一起来合作 我们爱这块土地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台东更多的土地 是能够在以更自然的方式 在更友善的方式 去对待这块土地 然后做出来之 我们能够把它变成是商品 让更多的人去使用 我觉得那个是 Be Simple 自然美学 这是我们接下来 会一直想要去前进的目标 就能够的时候 看看 这块土地